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都顶不上头10-15分钟 因为我嫌去门 还有我是站在King Kong那边 更何况我对旧黑白哥斯拉是无感的 她的眼睛太白太大 就算你打着70周年的旗号 我自己也没什么期望 但在一种师兄的介绍之下 用大电视看 哇 没有闷场 好看 尤其是我觉得可能因为世界大同在Netflix和Disney Plus的挑战之下 日本科幻电影也进步了 所以如果我昨天给了《茶无此人》故事8分 今天这一套除了8分之外 加上CG可以9分 所以奥斯卡的最佳电脑特效 真的不是假的 它只需要1000-1200万美金的投资 去全球收1亿 而且效果很好看 有时我明白是很难这样对比 因为老外是拿足价 放足价 对不对 但日本人就不要命 那你知道 那一套戏越拖得久 那一套戏就越贵 你租场、人工等各方面 所以老外最难跟日本人比 电影的时间点 就还原黑白电影最初阶段 就是说法德哥斯拉 如何当初登场 好看的原因是什么呢 即是他够打死 1,反战 好惹喔 我一直看见日本电影 他的反战思想是这么出的 我数的里面起码有三次 他讲一些反战的信息 第一次就是片初里面 为荣誉而死 为麦斯玲这个阶段 我觉得说得挺好 其他你自己数吧 顺带一提 我就不喜欢他以前那些的《永远的灵》 因为那本小说根本就是你吹嘘神风特工队 我认识了 但这次这一套勇于承认自己的问题和反省错误 整个民族才可以向前 所以很欣赏日本 由一个勇气和亮度去自省 拍这部电影 他不会因为在日本的环境政治氛围之下 视为政治不正确却步 他们不会 我欣赏这一点 但他要赞就是 其实电影里面是不断充斥 是to be not to be 就是人生交叉点 有些师兄说 没有想过看人 看对话都那么好看 那不是真的 因为那些人生交叉点 很简单地数 令故事更加精彩 文气是不会悶的 譬如说你要做神风感死队 还是缩头会龟 或者好听些就是一个反战和平主义者 有时你可不可以离开战豪呢 留在战豪的安全 离开是危险的 那你向不向哥斯拉开枪呢 你帮不帮流浪者呢 又帮不帮去到收不收养流浪者呢 又做不做IR老豆呢 参与了一个高薪 但可能有生命危险的素雷行动呢 你会用木船去对抗哥斯拉 还是全速逃离呢 内疚自责 还是选择好好活下去 或者之后会说到有特别的方案 去对付哥斯拉 将军都是纯粹招募他们而已 你可以选择 自愿留下 还是回家和家人团聚呢 我觉得这些人生交叉点 仿佛就好像被观众 去投入那个角色 投入那个戏的氛围里面 如果是,换成是你 你会怎样选择呢 那就引人入星 就是好看的地方 最后就是电影拍出人的无助 即是不单是真实地说到 二战,战后失败的惨犯 也是面对自己人性的内弱 也有战后生活 为困苦,穷困 流离失所 家人朋友,商商离世等等 除了这些种种问题 还要面对大自然的灾害 尤其是在哥斯拉的面前 人类很渺小和人无助 什么都不是 但是同时 你又要面对大自然的挑战 你不应命 我看到 我觉得电影也拍到 人生是充满吊诡 这个就是人生 非常好 有共鸣 而且在我的角度 日本人喜欢哥斯拉 其实都值得去分析 70周年 我有时觉得 他们用了哥斯拉去取代美国核弹 打败日本的话题 有些似是将伤痛转移 不是你打赢我 是哥斯拉 不是美国佬打赢我 是哥斯拉 类似是这样 不过这个只是我个人分享 不是专业分析 另一方面 有一句说话 或者叫punch line 都是贯穿整部戏 例如 war is not over yet 因为我看英文字幕 战争是未完的 这个意思也很丰富 而且我看到这个哥斯拉 竟然没有识到精神 刺激日本人的精神 一方面他畏惧美国 另一方面又学习美国 现在一样 在电影里面 他不其然都发现出来 他又要打哥斯拉 同时 又要向一个 有实力的对手致敬 很特别 而且我喜欢电影 就是解释了 为什么哥斯拉不怕枪击 不怕炮轰 不怕核弹 这些一切都解释了 我觉得掌知识了 非常好 那我不剧头了 你自己看吧 而且这一只日本样的哥斯拉 就跟美国的色役 恐龙样的不同 其实我刚才说了 我喜欢King Kong那边 所以我喜欢美国佬的设计 当然 如果真的哥斯拉死忠那些 当然不喜欢美国那边 但我今次很欣赏日本这只哥斯拉 去修正了我认为的问题 就是眼太大和太白 他今次一只 是奶黄色的 像真很多 就是你不会离远看他的时候 就看到他一只 又白又大的眼珠 绝对不会 不然就有点像 穿着戏服的特色哥斯拉 但是这次完全没有这个问题 而且我们刚才赞完 自己九龙城寨之围城 那个还原度很高 有CG还原 也有实景还原 但是其实今次 这个哥斯拉-1 其实他的实景还原 和CG还原都很厉害 就是战后的社会萧条 百物代兴那里 很凄凉 所有木屋都破坏了 然后马上几年后 新东京市开始复苏了 有木火车 有旧剧院 有大厦 其实应该不是几年间的事 就是若干年后 但我觉得复原度很好 还有那些旧的居酒屋 其实说真的 你找一些战后居酒屋 就是在日本来说 异于反掌 拍得很好 还有些军部开玩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 那些旧木尺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起码 那个旧化 旧木尺 三角尺 衣着 眼镜 各方面 其实都还原 二战后的环境 所谓实体的还原 或者CG还原 真是一流的 尤其是CG而言 二战战机 战艦 战艦列阵 军艦的军港 一切都在日本来说 都是手道拿来 因为之前有永远的灵 战机的CG难不去 而且我相信 它结合了实体的战机 所以非常精彩 讲CG 又怎样可以不讲呢 哥斯拉的CG 游水里面 海里游水 背棋 都随着游水的动作摆动 我留意到 他在城市破坏的时候 他脚踏城市大地 那块地板 是整块纳青升起了 这种物理的反应 非常好 哥斯拉 如果他喷射 死光的时候 就像核弹爆发 Ground Zero 一样 而且他有一个设定 很酷的 以前就是背棋发光 射射 今次多样东西 就是背棋会升起 插入再射 就有点像上弹 很酷 台发射之后 很有真实的效果 他连自己也有灼伤 很个人 很像真 唯一要弹一点的CG 就是 那些环击的坦克 那一下就差一点 但其他的CG 刚刚说了 战机、战艦、城市各方面 都是热折斑 都是热折斑 还有 哥斯拉上岸的时候 踢起巨浪 冲岸 尾部一腿腿的大厦 360度回转 散了那种物理效果 然后脚踏木屋的时候 那些建筑物四散四浅 一切都是很细智 象征 所以难怪他拿奖 这是真的 很可惜 没有去到IMAX 香港都没有上画 非常可惜 除了以上种 喜欢的地方 还有对付哥斯拉 有很多真实的元素 比如冻冻鱼雷 等等 我不剧透 你自己去看 还有是叛耳战略 奇谷一堆 令整个故事昇华 那些文气不是为了省私之钱 是确实令到角色成长 和故事进深一层 实实在在比 King Kong vs Godzilla 2024 优秀很多 一来 King Kong 对哥斯拉那套文气 太长 二来 又太闷 对角色 又没有深度的描写 对整个剧情 没有贡献 浪贵 哇 一直赞下去 还没赞完 还有她有首尾呼应的电影 角色有成长 由逃避战争 到勇于面对 还有战机 也是很出色的象征图像 战友的旧相片 也是 精彩的 你可以自己慢慢细心欣赏 还有几个东西要赞 还没赞完 很厉害 当中一个角色就是日本门妹 很有趣 我是说日本门妹 不是日本门 你看到里面 精彩的 还有没有留意到 小妹妹是没有穿鞋的 为什么呢 就是写实 那个时候哪有宝宝鞋 最后要赞 就是女主角 我觉得很漂亮 很有浓浓的日本女性味 你看到我流水口水 但是男主角不适合她 不适合她 不适合她 虽然两个都好气 但是真的不适合 而且也有一些不合理的位置 所以没有给到门分 例如叉烧送到她的嘴边 你怎么会不吃 不要玩 我就是过来 让我写一盏机 那女生也说 然后看英文字幕 就是Let me in 你有什么不开心 不要收买 跟我说 那我就全入了 当然了 故事里是有解释的 我不说下去了 你可以自己看 但这个安排 可能令我更加追悍下去 为什么这么傻 为什么这么傻 为什么不吃叉烧 女主角在火车 垂直跌落地的时候 她的姿势怪怪的 有些是躺平了在长椅上 其实你是缝不住的 之后修正了 不过迟了一点 还有就是 云云人海中 里面 大家兵方马乱 真相逃避 那你男主角竟然可以见到女主角 那这个又不可能 还有一个要弹的位置 就是那个反转位 就太明显了 我觉得可以含蓄一些 它有两个反转位 在我数的里面 那你看 你又数到多少个 我都说是那个反转位 太明显了 没有那个明显 会更加好的 但其实她的感动位 都感动到我 最后我也有点想哭 所以总统然 故事百分 加上优秀的CG 是可以九分的 如果你喜欢上影评 请点赞和订阅 多谢各位 拜拜